您好保持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是的 那說回那個嬰兒呢 警察就說 喂這個嬰兒沒有戴口罩喔 那樣 跟著那個媽媽和爸爸說 喂不是喔 你好你好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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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歲以下豁扁的喔 你猜跟著那個警察說什麼 你證明他兩歲給我看 哈哈哈哈 那是不是要帶出世子出街啊 就是如果那個嬰兒是沒有口罩 是怕被警察搞 是不是要帶出世子出街 出世子都未必證明那個嬰兒是那個嬰兒 出世子沒有照片喔 就是你要警察要留難一些市民 你可以看到是多麼無理 多麼無理取鬧 多麼擾民 就是本來這個口罩令呢 當然都是有人支持 有人覺得是多此一舉 但是他那個執行上面呢 是很多人都是說這個口罩令的執行呢 是很大的問題 限聚令也都一樣 是有人覺得太嚴 有人覺得情有可原 但是無論你覺得是合理還是太嚴 他的執行上面都是很大的問題 我就見過避雨呢 避雨啊 譬如忽然一下雨大家在棋樓底 在樹底這樣 停一陣啊 十個八個人都不出奇 一起避雨 就是等過馬路這樣避雨 警察又說過來呢 是要抄這個限聚令 那你是不是搶錢呢 你是借疫情為由 去令到警察的權力去到無限大 但是警察自己聚集又沒有事啊 無論他是上班還是下班還是優班警察呢 他的聚集又沒有事啊 所以大家首先呢 要知道自己的權益 是認不清楚自己的權益 而現在那些抗疫的政策呢 是個個禮拜都變的 個個禮拜都變 所以可能有人不知道 現在原來六個人一張桌呢 又收緊到四個人啦 收緊了整個禮拜啦 如果你不知道呢 又有機會在城市那裏 是被人抄牌了 叫做要罰你錢啦 尤其是對那些長者 來講呢 他們未必啊 未必是這麽熟呢 這個法例 這個法例的改變啊 每個個禮拜變呢 不要說是市民啊 連警察啊 連那些執法者自己 自己都不是很熟悉呢 究竟哪些是犯法 哪些是不犯法 啊 跟著呢 它又改了 現在又去收緊的了 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呢 繼續都是會 有這些街站啦 提醒大家 繼續要保持這個抗疫防疫意識 也都呢 不要被警察呢 是濫權 他說什麽 如果你有什麽的 被人冤枉了 去抄599G好 599I好 都可以找我們 我們會盡量幫大家的 599G 如果你覺得你是沒有限聚的 一個人站在那裏 他都抄599G喔 這樣 那就當然不要交了 當然要寫抗辯信啦 就算去 去到法庭 你覺得 那個道理在你那方面的 都可以據你力爭 當然你說 唉 算了 又要我請假 又要我什麽上庭呢 我不如給他了 這樣 很多呢 我知道 被抄599G的朋友 都是被警察冤枉的 我們都收集了很多這些個案 也都曾經是幫助大家 去寫一些抗辯信 我們都希望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在法庭上面 是能夠抗辯成功 除了是幫助那個朋友 尋冤得絕 可以說尋冤得絕之外 多些這些成功例子 都可以突顯警察 在執法的時候 那個濫權 濫用他的權力 去擾民 去打壓一些市民的合理的活動 所以 一會兒我們有口罩的派發 好 update我自己的案子 很多事情要update大家 現在就講到星期三 我被拘捕 下六點幾鐘上門拘捕 那這次呢 我是連律師都沒有找了 因為實在呢 都是知道他什麼頭什麼腦的了 那 如果不用找律師快手些 可以快些收工快些去做正經事嘛 你好 你好 我們不能夠給疫情 也都不能夠給這個極權政府 無論是警察 還是鄭若驊這個律政司呢 是太影響到我們的正常生活的 他們早上抓完呢 下午我都繼續做回自己的事情 出來 所以 當然初初如果大家是被拘捕 或者被濫捕呢 當然很緊張啦 是很擔心啦 家人也很擔心啦 但是我們這些已經習慣了 所以他引離我又怎麼擋 我不能夠給他影響我們的正常日常生活 譬如我們現在開街站 就算呢 有警察啦 或者有什麼藍絲啊 過來啊 我們都要處理不經 繼續做我們認為 正確的事 那天之後呢 我們很快 星期四呢 星期四就馬上法庭 上法庭就是我啦 朱凱迪啦 還有許智峯啦 那我們的案子呢 也是呢 去到2月11日 即是年三十晚呢 又一起才審的 那如果你告我 《及特權條例》 說我擾亂立法會 是騷擾了立法會 在中間停止了 那這個大家看到那個事實 是怎樣啦 我都認為 抗議是不應該用一個刑事的罪行 去處理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這個特區政府就是 議會外街頭 濫捕 議會內 要是窮追猛打 就說他 那些議員 那些前議員 就算是現任 就算已經是總辭呢 他們都是窮追猛打 有人送了一個很漂亮的口罩 這個彩虹色的口罩 但是看不到紅色 在這邊這邊 他那塊布是紅橙黃綠藍子 好一人間 一人間 一人間大便 其實我們抗爭呢 是預了有風險 有機會呢 是被拘捕被告的 就算在立法會裡面 做一些示威行為都好 但是猜不到的 這次是什麼呢 猜不到呢 這次是被他告到好像生殺襲擊 那樣 除了告權及特權條例 去干擾那個議會運作 令那個會議停止之外呢 這次 許智峯、朱凱迪和我呢 還是被告多一條呢 是叫做侵害人身罪的 就說我們呢 是施放一些有毒的物體 施放一些有毒的物體呢 去損害他人 甚至是精神上損害呢 說許智峯呢 損害梁君彥 其實梁君彥坐在那裏的開會 我們在這裏開會 他坐在那裏 就算是倒捨臭水 倒捨一些腐爛的植物呢 都碰不到梁君彥的 但是現在呢 他就用這條罪呢 侵害人身罪呢 就說令到梁君彥呢 精神受影響 到時看看他是不是會出情作性 要入我們的罪呢 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要趕盡殺絕 同追猛打 趕盡殺絕 我們預了的 預了 去到法庭就是據理力真 如果法官 都是站在他那邊 覺得打射一些臭水 都是襲擊 都是侵害人身 要入罪 那條罪都坐三年 打壓 阻難 當然尤其是大家見到我 我覺得很荒謬 沒有啦 我在立法會被郭偉強 拖落地下 拖行 警察說是證據不足 不夠證據 所以呢 是沒有拘捕任何人 也都終止調查 反而我們倒捨臭水 沒有淋到任何人 變了呢 就是有意圖去侵害他人 去損害他人 這個你就看到 什麽叫做選擇性的檢控 什麽叫做政治檢控 就是是他的政敵 是他對家 你就就算沒有傷害到人 都用最重的罪去告你 侵害人身罪 坐三年最高可以 你是他的同黨 是他的陣營 好像郭偉強那樣 就是拖了我的臂下 全世界拍到 你們都拍到 每個人拍到 是證據不足 是No case 鄭若驊就說 不提政公險起訴 即是沒事了 那沒事發生 大家照常生活 在這些情況 你不要當香港人死的 當香港人個個都看不到 都是 那個心 那個心是盲了 我這些證據不足 梁君彥被那些臭水臭傷 就叫做侵害人身罪 就要上網 那個警察去抓去鎖 你就看到那個分別 怎樣能夠再告訴 香港人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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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是的 其實我們 在這裡做街站 最大的回報呢 就是一會兒大家過來 拿我們的口罩 和說一句 加油 就是肯定我們現在做的事 不是一廂情願 不是 只是做給自己看 自我感覺良好 有時候都會有些低潮氣 就是 譬如被人拉得多 拉慣了 大家真的問候都省了 不用問而已 是的 是的 以前 如果第一次拉上警署 很緊張 是不是 拉議員 這樣 但是現在真的 行了 今晚看新聞 他出不出得回來 應該很快 六點鐘 三點鐘應該出回來 我自己都這樣說 你們不用來 不用 大家不用來 六點鐘 律師都不用來 律師來還浪費時間 還搞多個個幾小時 是不是 是呀 是呀 自己搞定 我們已經進步到自己搞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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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們都有軟弱的時候 我們都很怕是 大家習慣了 習慣了就是 拉議員是習慣了 打議員是習慣了 是的 這個 原告變避告都已經變成常態了 不用大驚小怪了 我們所謂 我所謂的習慣就是 我嫁輕就毒 我不是 覺得他是合理 不是想希望大家麻木 就是任他拉 任他 任他濫步濫高 大家不可以麻木 每一件事 每一個受害者 每一個 要一段冤辱 大家都要記住 當然 一些事 發生 久了 大家不可能 每一天都好像第一天發生 那樣 去 這麼關注 這麼支持 因為每一天實在很多事發生 昨天又拉傑斯 今天又拉黃伯宇 今天又拉黃伯宇 明天又不知拉誰 快必雖然已經收下了七十幾天 但是我們都明白 不可能大家日日都是這麼關注快必的 但是希望大家都記得 有機會都可以寫一封信給他 不用長的 兩三句說話 或者寫一張聖誕卡 給他 令他知道 原來香港人沒有忘記 沒有忘記到他 英文有句說話 叫做歐仲西 歐仲邁 就是說看不到太久 就都不記得 都不想的了 我們每天看報紙 我們能夠關心到的 都是那幾件事 這兩天關心傑斯 那兩天又不知道關心什麼了 但是我們希望 每一個抗爭者 無論是有名 有名是比較出名 大家留意的 還是一些 未必在鏡頭之下大家認識的 有機會大家都要關注 所以昨天我們很憤怒 因為傑斯的千個爸媽的行動 是為了一些 在海外 在台灣 的小朋友 的年輕人讀書 去籌合一些經費 工人讀書都是恐怖活動 工人讀書都是顛覆國家 現在很多我知道姐姐 姨姨 是那些買送錢 一元一元的存起來 一個月捐幾百元 一千幾百元 自己都不捨得買衣服 不捨得買東西 是不是 不捨得吃 打算節省幾餐去捐出來 現在你凍結了它 可能在台灣那些手足 那些年輕人就會斷糧 可能學費那些都有些困難 所以我們很傷心 看到這些情況 這個特區政府還要做多少 違背良心 是違背人性 是反人類 那些其實是反人類的罪行 是反人性的 還有昨天我知道 王婆婆 又被他們搞 又是很生氣 你說她在大陸 被共產黨搞 這個沒有辦法 我們非常莫愁 愛莫愁做 我們以為她回到香港 受一個香港公民 她有一個權利 無論她出來遊行 集會示威 好像是法庭 那天她都有來法庭去支持我們 都被這個特區政府搞 怎麼搞呢 又是說她襲擊保安 這個錢錢可能有經驗豐富 她都曾經有一條 叫做襲擊法庭保安的罪 王婆婆她襲擊保安的動機是什麼 她可以傷害到對方是什麼 就算有些肢體的控狀 有時示威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用這個襲擊罪去抓她 去告她呢 你看到一個老人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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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王婆婆那件事 你有沒有留意 又是法庭保安說她襲擊 是呀是呀 保安最厲害就是 說別人襲擊她 然後自己跌倒 有工商有新假期 是不是 不過王婆婆那件事更厲害 22個月才起訴 是呀 是呀是 那件事還是14個月 你那件事其實即日 她有沒有 就是表達她受傷呀 或者要去 有 她真的是 保安都說她 就是要插水 接著之後說你襲擊她 但是她是有去醫院的 但是王婆婆那件事 我又不記得當天那個情況 你們有沒有留意 有沒有印象 王婆婆那件事 沒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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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那天呢 就因為失足 她說我襲擊她 我當然是趁不趁我就失足 失平衡那麼低 我就躺了兩天醫院 那個保安呢 就急診室 接著就開支藥膏 讓她離開 但是我都是盡情難 你判了刑沒有 判了七天監禁 一年的判刑 所以就在一年之內 我都繼續被捕 而呢 跟著告上法庭的 就隨時 先坐回那七天 是 是 那你都要小心 沒有得小心 應該是同類型罪行 但是 是嗎 應該是同類型罪行 這個下個月23日 這個沙田遊行那次 就是阻差辦公 坐地下阻差辦公 那就見案陳詞 接著到明年三月 就機場坐在那等巴士 有這個違反禁制令 就有這個 明年三月 都是在那個 緩年期內的 是 那她有沒有告訴你 如果你那些中了 那些中了 如果要坐 那些中了 立刻要加上這些 律師會幫我就是 希望是 就是和官員求情上訴 因為我上訴的 是 就是這七天都在上訴的 是呀是 這個普通襲擊 當然要上訴 我沒有做 我幹嘛要 雖然你不幾天七天 這樣 是不是 她這個官怎麼說 她不判你成立的時候 她的理據怎麼說 她的理由 她的理由就是 不相信那個女部門 她誣你 是嗎 她說她的公辭不可信 但是她又信那個 那個呢 她呢 中了二十幾三十年的 警察 那個迷戰的人 那個男人 就站在 她後面 還是我後面 就忘記了 這樣就不行 她說她的公辭可信 所以就判她有罪 那你的公辭又不可信 因為呢 其實呢 我的大狀呢 就是打到 她們兩個公辭非常 那二點利益歸於被告 那我就不用字典了 但是這樣啊 原來現在 今時今日呢 在法庭上面 再沒有二點利益歸於被告的 兩個人的口供不吻合呢 哦 因為他們沒有格過 是啊是啊 如果 兩個人的吻合就是事實 是啊 哈哈 就是公有理書 自由理書 是啊是啊 其實很奇怪的 那個官本來呢 咦 被審的時候 兩個人這樣撞 其實等於上巴士 下巴士 或者走樓梯 你撞到 如果要告的 為什麼不是告兩個人呢 哦 因為她是高院補方的 因為她是 哈哈哈哈 她是職責所在嘛 哈哈 所以是啊 那今時今日 這個政府就是 你是抗爭的 因為那天我為什麼要去高院呢 那天就是朱英偉的 即是連上訴都是要判的 就是那個有結果那裡 那朱英偉最後就是撐了 就是要清楚的 我們那天呢就是去 就是 就是 謝謝 去看一下這個朱英偉怎樣 這樣嘛 那是下午的嘛 那我就想去高院 那個整天吃東西先那意思的嘛 那就是 喂 這個 所有人都知道 旺角舊烏團 三年以來 連連都去旺角 去抗議這個朱英偉的嘛 是 那所以就是這個 那她要不需要去 去研究你的襲擊動機 有沒有 沒有的 沒有襲擊動機 又真是 總之客觀動作是發生就發生的 是啊 那我那單是證據不足呢 誰那單 郭艾棠那單 哦 是啊 你問那個官啊 姐幫我 那那個官都沒有見過你答 都不會回答我的話 現在不是那個官說 你證據 他證據不足 是啊 那個官其實是 那個官給我們去 這個 這個 有什麼 我不敢說 他們在這裏舉牌 那我們繼續 我們的健康講座吧 是啊 是啊 那麼多謝錢錢 和我們分享這個 和法庭保安的 所謂肢體碰撞啊 那黃婆婆 我想也是可能中這些招 就 所以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如果你是她的對家 你是 你是 你是反政府 你是抗爭者的話呢 是動接不救 這個老人家 黃婆婆呢 竟然都可以在 年幾兩年之後呢 說她 襲擊保安 就將她 是拘捕 很多現在的朋友呢 都是給她用很多不同的罪名 總之 就屈了你先 抓了你先 告了你先 好像上星期日呢 都發生一宗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一個小學教師 她呢 就已經是被屈 是襲警 還判了罪的了 判了九個禮拜罪 就 現在是 保釋是上訴期間 她就連份工都沒有了 不能夠再教書了 所以呢 她又有 爸爸媽媽要照顧呢 她就在網上面 做了一個小小的眾籌 就說 就說求生活費 誰知道呢 就上個禮拜日呢 去警署 報到的時候呢 就被警察拘捕 就說她洗黑錢了 現在洗黑錢 這條罪呢 就很好用的 逢親你們眾籌 就是我們啊 如果眾籌 都有機會呢 被指 被告洗黑錢的 會被告洗黑錢 做了壞件 都是你們的錢 哪裏 有問題 先擋掉她的頭 好多厲害 好多厲害 沒錯 我講她 是舊頭各街坊 叫她走開 我只不過 是 表白了 еф-f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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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湯奕4.0 湯奕4.0的台帳 現在在派出口罩 開始派出口罩 各位牛頭國的街坊 除了可以排隊我口罩 也可以拿我們的單張 我們現今朋友手上的單張 今天就是快篇 搶麗芝國 寫給各位牛頭國街坊的家屬 大家除了可以搶下債 除了可以搶回出口罩 我想現在這個美容的兩樓 戴口罩的街站 看到很快街坊就戴太長 可能都是因為這個村 就是基層的市民比較多 很多都是年長的市民 說馬上排隊的口罩 還有今天可能是白宮 然後開港地坊 開港地坊 還有這也是一個疫情的 很多數字又上升高 又上升催省大家的願望 但是武漢威嚴 現在令到香港經濟標 很多基層的市民 就是口署口罩 我們跟他們很多市民 都跟政府說 你給抗疫疫症 失業夠了 他們會問他一萬元嗎 我一定有的 最重要是要小心不要撞傷 我一定有的 最重要是要小心不要撞傷 不要撞傷 今天你不小心急 小心不要撞傷 無力 一定有的 俗信排隊在後面 不要緊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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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就準備下地了 那就是了 它遠遠就算了 走過來搞我們 我們做甚麼 我們香港人都知道這個議律 拿著口罩 拿著其他社交出來 嘩 這頭說到這頭來 真是入口不要說人 夜晚不要說鬼 嘩 嘩 好 這裏是人物力量的健康狗座 這個警車就落了 那排隊拿口罩都 都看到了 現在 啊是呀 全部都直接用家庫的 那這些就沒有出事任何的 毀陰證 這些都是警察來的 這裏 都是毀陰證 這裏 是 這裏 就是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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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挑起手 的 悲張